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了 在礼拜二12月12号在北京闭幕 那么这次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给明年的中国经济政策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有什么具体的经济政策会推出来 令到中国明年可以摆脱经济困境呢 这是外界非常关心的 现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 大家都在纷纷解读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到底让我们看到 未来中国将会推出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特别现在在整个国际大环境 发生了巨变的情况下 中国到底除了说改革开放 除了要吸引外资之外 还有什么经济政策 能够推动中国的经济复苏呢 很多媒体都去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来解读当中的一些信息 我们知道中国在历史上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政策的描述 它都是大家根据中国的官方媒体 新华社的报道来从中找到一些信息 那么这次也不例外 这是新华社的报道 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新华社的报道当中 对中国的经济 基本上有这样的评价 就是面临很大的困难 但是呢 未来发展的局面还是很好的 新华社说 在经过为期三年的新冠疫情防控中呢 今年是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年 我觉得这个话基本上没错 你说清零政策结束之后 中国经济是继续向下滑 还是有所恢复和发展呢 那么比如说进出口行业 比如说这个服务行业 跟清零政策执行的时候相比 它当然有所恢复 但是跟过去的整体规模来说 你说它是不是进一步下滑呢 我个人认为觉得是下滑了 但是它跟疫情期间比 它是有所恢复的 新华社在讲到 今年面对的一些 明年面对的一些困难的时候 新华社说 现在虽然说经济回升 从长远来看是向好的 但是呢 还是要克服一些困难 既然有了一个长远向好的 这样的一个定义 那么现在如果要长远向好 要克服一些困难呢 说明长远向好还是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 面临什么样挑战呢 根据新华社的描述 在这个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说 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 社会预期偏弱 风险隐患 仍然多 这是现在面临的挑战 这部分新华社的描述 指的是现在国内的经济 比如说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 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胡锦涛年代 就已经看到过了什么工给侧的改革等等 这些所谓的经济政策呢 都是因为中国的加工业 中国的工业生产的产能过剩 所以呢 才要把大量的工业产品 倾销到外国去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在这个加入世贸之前呢 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的工业产品 不能够占领世界市场的话 那么中国过剩的产能呢 将会给中国的经济 带来一个巨大的负担 所以当时中国为了加入世贸呢 做了很多让步 做了很多承诺 当中国加入世贸之后 中国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就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也因为中国的产品 在全世界的销售占领了广泛的市场 所以呢 产能过剩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变 还越演越烈 所以现在中国依然是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 这个在加入世贸之前就有 现在还是有 那么还有需求 有效需求不足 这指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中国现在消费者的 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 到底是下滑还是上升 那么很明显 这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现在因为这个消费者信心负面的因素呢 所以有效的需求不高 风险隐患人安多 那这里边涵盖的范围就很广了 比如说房地产 比如说金融行业 比如说地方政府的债务等等 那么还有呢 就是国内大循环存在毒点 其实这说的也应该就是社会预期偏弱啊 还有这个有效需求不足 因为在国际局势变化之下 中国曾经在一段时间大奖这个大循环 中国的国内内循环经济呢 就可以解决外部环境不足的这个缺点 所以现在说国内的大循环存在毒点呢 我觉得再一次证明了 内循环经济 其实在目前的中国国内经济发展 或者国际经济的形势之下呢 靠内循环经济 让中国经济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呢 很明显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还有就是外部环境复杂 严峻性不确定性不断的上升 那我想这一点大家都很好理解了 因为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对立 所以这个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呢 指的就是这一块 那么但是新华社还是强调说 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那么除了这次新华社的报道当中 讲到的一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现在面临的困难的描述 以及未来解决方法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不妨总结一下 过去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之前有什么描述 有什么经济政策来对比一下 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来看2000年 2000年毕竟是跨入一个新世纪 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是江泽民 在2000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 对这个整体的形势是这样描述的 当时是2000年的11月28号到30号 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的同样也是由新华社发稿 那么这个会议总体描述呢 说现在总体上面临着 比较有利的国内外形势 你看当时的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是非常乐观的 从国际形势看 进入新世纪 和平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中国争取一个较长的时间的 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 只要把握得当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中国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发展地位 这也是可能的 200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重点在哪里呢 当时重点在做好 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准备 因为当时中国正在 跟世贸组织在谈判 美国也在背后 积极推动中国加入世贸 那么当时中国为了加入世贸 做的准备是什么呢 我们看2000年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 这个提法 就跟现在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当时的新华社的稿件里面 是这样描述的 对外开放 首先要对内开放 必须要打破部门的 垄断和地区的封锁 消除各种 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 不合理的限制 所以当时中国为了加入世贸 无论是在这个 对内的改革开放 还是对外的打破一些封锁 态度都非常积极 因为你有这个姿态 有这个政策 世贸才会接纳中国 成为会员国 所以当时最重要是 努力扩大出口 积极有效的利用外资 而确实在几年后 中国加入了世贸州 中国经济得以发展 我们刚刚说的 所谓的工业产品 过剩的问题 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但是因为 进出口的蓬勃发展 令到中国产能 过剩的情况 其实一直没有解决 只不过因为有 国际大市场 虽然中国有更大的产能 但是更大的产能所生产产品 能够被世贸 大框架底下的国际市场 能够给接受 所以当时2000年的时候 可以说 中国对整个国际经济局势的判断 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的判断 可以说是非常乐观 虽然也讲了一些 什么存在一些挑战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非常乐观的 好了 时间到了2003年 2003年跟2000年 同样是在11月27号 28号左右 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当时中国的领导人 已经换成了胡锦涛 那么胡锦涛上任之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调子 发生什么变化呢 如果我们认真看当时新华社的稿 我们还是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变化 首先当时中国对整体的 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判断 还是比较乐观的 为什么说还是比较乐观呢 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 中国刚刚遭受了非典的疫情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对经济发展的前景 还是比较乐观 在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对整个局势的判断是这样的 说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仍然是当今国际局势演变的 两大主要的趋势 国际形势 基本的态势仍是总体上和平缓和稳定 所以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总体上是有利的 在当年虽然说中国遭遇了非典 地震 还有洪灾旱灾等等的自然灾害 但是中国的经济 因为跟世界经济的接轨越来越密切 还是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但是因为当时离中国加入世贸 已经越来越近了 所以说当时中国的一些总体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 也发生了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什么呢 恰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词 宏观经济的政策 什么叫宏观经济的政策 通常在中国讲宏观经济的政策 讲的就是政府 国家政府可以控制的一些领域 国家政府可以控制的一些范畴 这些政策由国家掌握 那么国家认为这个政策对政府 或者对公有经济有利 政府就多做一点 如果是没利 就可以推出一些限制的措施 那么在这次经济工作会上 让我们看到有什么微妙的变化 从而影响了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对比一下 过去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让我们看到这一次 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到底推出了什么样的政策呢 上节我们讲到2003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时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当时中国已经接近加入世贸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一个什么微妙的变化呢 就是开始强调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 所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改革开放本来就是要面向市场经济 让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慢慢变成市场经济 或者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这样一个方向 但是这个改革开放的方向最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变成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行 那么后来发展成为计划经济 要远比市场经济所发挥的作用大得多 这就是所谓的宏观调控 在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 就已经提出了要有步骤的深化改革 但是如何深化改革呢 是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 壮大工有经济 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工有经济 放宽市场准入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 因为他当中呢 也提到了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工有经济 问题就在这个引导这两个字上 我们知道所谓的非工有经济 一般我们的理解就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靠什么来引导呢 其实他恰恰就是靠市场来引导 他是不需要靠政府的行政权力来引导的 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市场经济当中 有没有扮演角色呢 有 但是这个角色越轻 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就越好 但是在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当中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特别在即将加入世贸过程当中 中国已经开始加强国有经济 已经开始壮大工有经济 这未来就是为了加入世贸的时候 当进入这个世界多边组织框架之后 中国为了不受外来势力的影响 加强这个国有经济 加强这个工有制经济 从而制衡外商外资 包括本国的一些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的在对经济整个体系发展的影响 这是中国当时已经定下了一个框架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开始越来越多的用公有经济 来抑制市场经济 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 所以今天为什么中国造成了 大量的民营企业的倒闭 这是跟共和国的长子 就是国企有密切的关系的 因为国企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资源 而这些大量的资源 让他们在经营过程当中获得了暴利 民营企业没有这些资源 所以经营起来当然就比较困难 那么我们说现在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当中 有一个词叫两个毫不动摇 这次有很多学者在解读 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 大家也提到了两个毫不动摇 什么叫两个毫不动摇 它是这么说的 原话是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 公有经济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和引导 非公有经济 我们说这个虽然看起来两个都是毫不动摇 但是呢鼓励支持和引导 巩固和发展这是有区别的 对于公有经济呢 没有商量巩固和发展 对于私有经济呢 虽然说是鼓励和支持 但是要引导 引导你去该去的地方 但是这里面还有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当这个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 发生矛盾的时候 那么作为国家的法律 国家的行政政策 会做一个如何的引导呢 我们很明显看到 今天中国的整体的经济政策 就是对国有经济是扶持的 当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 发生矛盾和冲突竞争的时候 当然政策的天平 也就倒向了公有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民营企业 不断的倒闭 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外商外资 对进入中国有这么多疑虑的原因 虽然说对某些外商 在某一个领域是开放的 比如说电讯 比如说金融业 但是他只针对某一个 听中国话的 表现好的这些外商 如果说这个市场 要全面的无限制的开放呢 我想外商的 从这个外资外商的角度看来的 离这个目标还有非常远 这次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我们总体从新华社的解读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 基本上就是强调了 目前所面临的困难 但是如何打破这些困难呢 基本上这个新华社的稿件里面 没有具体政策的描述 这一点呢 我个人觉得并不奇怪 因为过去也是这样 靠各行各业 靠各个研究机构去解读 至于这个经济政策 未来推出来的时候 具体是长成什么样子呢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包括之前我们讲过的 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所讲的一些政策 其实跟后来 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 一些具体政策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那么今年一些研究机构 一些学者如何解读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 我们还是去找一些 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机构 他们的解读 因为他们可能得到信息更加多 他们可能看待未来 中国经济政策 可能会更加具体 我看了一下 大概对2023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传递出来的信号呢 大概有六种解读 第一种解读呢 就是这个会议传递了 偏激级的信号 什么叫偏激级呢 就是稳中求进 虽然稳嘛 但是还有求进的 以进处稳 所以说这个有关政策的解读 我个人认为 在整个十二字方针当中呢 我首先看到了这个稳字 所以说维稳是最重要的 那么在维稳的情况下 能够继续发展经济 这固然好 但是如果发展经济影响到维稳的话 那么政府的决策是什么呢 当然是维稳 然后还是这个先立后破 这个先立后破 我看了很多学者的解释 当然中国大陆学者 都是从正面的解释 但是我还是从逻辑上 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先立后破 如果你现在今天把它立起来了 这就是准备未来要破它吗 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 因为今天立起来了 这有力你才立起来 但是呢 我们还是从维稳 这个角度去解读呢 恐怕就容易理解了 所谓的先立后破 就是后破 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现在不要破 不要破的话 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呢 如何改革呢 所谓改革就是先破后利 所以说这个偏积极的信号啊 我觉得所谓的偏积极 就是要稳重 稳重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发展再发展 还有就是宏观调控加码 我想这一点呢 从我们刚讲的 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一直强调这个宏观调控加码 换句话来说 这20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政策 从大的这个方向来说呢 没有改变 第三点呢 这是很多中国研究机构 解读的一个最振奋的 说这个对未来的经济工作 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就是高度重视科技和产业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什么时候不重视 科技和产业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强调呢 就是因为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 遇到了瓶颈 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西方 对中国的科技进行封锁 当然这个封锁有没有效果 这个效果达到什么样程度 这是另说 但是中国试图发展科技和产业 来打破西方的封锁呢 我想这一点的用意也十分明显 第四个解读呢 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那么还是坚持两个毫无动摇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还是那句话 公有制和私有制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发生冲突的时候 国家政府的法律倾向哪一边 很明显还是公有制 计划经济占了主导的优势 那么这也就是未来经济政策 说明了没有大的改变 第五点呢 很多人都解读出来了 要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房地产金融这些地方 以后这些领域里面 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危机 这些危机如何防范 它不要爆发出来 那么这当然是 2024年中国经济政策的 一个重中之重 但是问题是 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防止这个危机呢 比如说这些债务问题 怎么解决呢 光是靠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能够解决房地产的危机 能够解决债务危机吗 这个我们看以后 中国推出什么样的政策 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第六点呢 就是有力扩大国内的需求 形成消费和投资 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我觉得这是 未来中国经济愿景的 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方面 但是形成消费和投资 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这要保证 国内的消费者信心要上扬 国内的消费者的钱袋子里边 有更多的消费能力 然后呢 外国的投资者 愿意进入中国进行投资 让中国的经济重新活络起来 那么这个目标才能达得到 2024年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个人认为恐怕很难 好了 今天我们大概跟大家简单解读一下 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总体来说呢 没有具体的政策 也没有让我们看到 在改革开放和改革过去的弊病方面 能够推出一些振奋人心的政策 如果没有的话 2024我相信中国的经济面临的困难呢 恐怕还会继续加剧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